玩完一些这么精彩的变形玩具 我们继续玩一些更加大家都已熟能长的变形玩具 玩具TV第29季第5集 今次介绍是来自Transformer Legacy Evolution 变形成全进化,战争丽梦,两件套装 之前有奥克文前身和泰师傅的奥迪姆 泰师傅和奥迪姆 奥迪姆 今次是他的朋友Dione和艾莉尔 就是他的伴侣阿利塔的前身 见到每一次起坯的封面都比其他吸引 好有情感 有出场的 就是码头工人的情怀 好有一个码头工人的情怀 再看看 戴恩是之前的国伯的改武 看到他多了一些抽的东西 配色都很工人的解构 哈哈哈哈 那他真的是地盘老雷 其实我们的手上看得下 好像穿了工人的褲 他的配色挺好的 对吧 而这个便单车这个 就是一个很娇俏的粉红色 这两个基本上都是旧母来的 那就赋予了他新的角色 为大家去延续一篇 整个故事去可以完成一些 还有一个情怀的问题 对了 情怀来的 好 那就变形都OK的 那我就变了这个 这个基本上是反转就知道怎么变的了 这个其实可以 我觉得很清楚 这个变形 对了 反转其实你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 这个下半身的脚 但是手就是这一栋 那就先拔了个窗席 想一下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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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试一下 可以 看不变住了 交给你了 再一些 你来等下 葛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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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比较多 可以 其实你的变形 其实不会有什么 新的 或者很创新的玩法 都是正统派的一些变形机构 他的手是可以给你拔下来的 如果你变得好,就不拔下来也可以 但可能他预理就方便点了 这个就可以拔下来 小朋友没所谓的,不要踩出来咬就行了 脚其实也是摺几块板 这样就可以了 弄起前脚出来 脚就打开前面 去固定膝蓉膝蓋 下半身就大致是这样 这样就再到上半身 刚刚其实都看到有一个新的Clossover 又出了 在哪? 是 Sringer Finks 你再说一次 Sringer Finks Sringer Finks 没错 很厉害,怪奇迷 对 用了好像是 那种怪人 好像是滑板车那类 那类 那些滑浪车 上个有块滑板那些 都是正统的 是正统的变形金刚的造型 但是就是 他们不知道去游山换水 坐那一架 坐那一架 滑板那些 是挺帅的 配色都很大胆 好,那便完成了 完成了 大恩 它跟奥利安 都是同款的车 比较实用性工人解析 它这次的改武 又多了一个 这样的 小武器 那更好抽过奥利安 大概死了 哈哈哈哈 合上就是一个 武器 这个叫做武器 哈哈 主要有 真的 有想象力 就什么都是武器 没错 那现在新的 绵感刚 可道关治活动 贴地 给你了 所以就 非常之 好扭的 好扭的 好,那先扭一点 好了 最重要是玩些机器 接着到这个 艾利伊 那这个 它的变形 都 可为巧妙的 它是整个 下半身 再反出来的脚 这个是 有少少巧妙的变形 在你变形 那时我想说 它那些 白色 令到好像 陶瓷 那样的赏色 其实很吸引 是的 但下了在这个 这个 温度的玩具 手上 都很难闻可贵 真的 你看它 比如说它的样子 那些 和大腿 你看到那个 令得很夸张的 好像陶瓷 那样的赏色 其实是 看它很舒服的 和Dion 它这个 颜色 我亦都 想不到 有哪一个 产品 是会用 橙 粉蓝 蓝 白去撞 好厉害 真的厉害 好 反了 就下半身 出来 上半身 不过暂时 反而你说 一些 剧场版的 变形金刚 或者一些相对性 比较大的动画 就好像没什么 特别新的声器 这都要等下一套 电影版 哇 电人 什么电人 今天其实很多12寸 哎呀 轮子可以拔出来 成为一个 类似 又是武器 用你的想像 都不是类似 是武器 但是怎样用 就是大家用你的想像 来去搭救 尺口的位置 都有一个窗 其实那些电单车里的变形 我觉得比较厚 对 他都很花心地去想 可以很厉害 想到这些变形 没错 那他最特别的 就是一条马尾 哈哈 这个正啊 就是在那边 有一条马尾 非常之有趣 很可爱 他跟那个 经常都见那个 女生 什么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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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表妹表姐 那些都是同色 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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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紹完這個黎明套裝 正 買盒子的底部吧 稍後見